接下來是早安慈濟晴 要帶給您全新的亮點 透過連線一起來見證慈濟開創的美善篇章 首先今天第一集 我們也邀請到重量級的嘉賓 這是印尼慈濟醫院的副院長黃里春師兄 印尼和我們時差有一個小時 那麼慢台灣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目前是印尼時間早上的5點多 那麼說到印尼它擁有2.7億的人口 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 不過在醫療資源上頭卻是相當不足的 因此慈濟在印尼峰會 從10年前開始就規劃 要新建一家大型的綜合醫院 並且在2年前的6月啟用了 但是疫情趨緩之後 全球都有醫護人員短缺的問題 在穆斯林的國度裡頭 佛教團體創辦的醫院 在醫療人才的招募上頭 會不會更加的困難呢 馬上連線給印尼慈濟醫院的 行政副院長黃里春師兄 請他跟我們聊聊醫護招募的甘苦談 師兄早安 主持人早安 各位觀眾早安 Selamakbanhi 好 道地的問早 用印尼文的方式 首先請黃師兄來跟我們聊聊 這個慈濟在當地 雖然生根非常久的時間 但是佛教跟伊斯蘭教 畢竟還是不同的信仰 那麼醫院在啟用企業之前 想必在招募人才上頭 一定有些難關要克服對不對 對的 當然講到這一點 我們首先要感恩印尼慈濟 在印尼已經有30年的大愛足跡 部分宗教部分種族的付出 也被社會肯定 目前在印尼大家都知道 我們慈濟是一個國際性的慈善團體 所以我們所做的都是幫助所需要的人 造成我們目前在招募人才部分 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而且我們在招募人才的部分 我們重視的是醫療專業能力 只要他們符合我們需要的專長 認同慈濟以及大愛的精神 對宗教這方面 我們完全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印尼醫護人員確實有限 各大醫院都有同樣的需求 這一點是造成我們的困難點 所以說是各醫院出現搶人的情況 但是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印尼慈濟醫院又怎麼來解決呢 我們在開始籌備該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培育人才 提供公費生 有優秀公費生 還有很多相互的公費生 主要的要培育醫生與護理 當然也有跟一些大學合作 學生畢業後 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醫院服務 等於說這些職前訓練 讓他們先知道 那麼除了這些他認同慈濟的理念 就可以來上班之外 我們還會安排哪一些課程 讓他們更加認識 所謂的慈濟的醫療人文呢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會安排人文的部分 第一讓他們更了解慈濟 也更了解上人的大愛的精神 所以我們都會給他們 人文課的培訓 所以不單單是他們很專業 只不過也是充滿了愛心 希望他們能夠在那個 慈濟醫院服務的過程 能夠展現大愛 那我們再請教副院長的事 有沒有具體的人物 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很多 只不過我這邊想提一位 就是我們的護理長 我們的護理長叫羅哈尼 畫面上就是他 他也跟我們其他同仁一樣 每天我們都會聆聽上人開示 那有一次他跟我們分享說 他每天看上人開示 就是他覺得上人所講的 沒有一句話是違背穆斯林的教導 他覺得不只是穆斯林教 醫院裡面的同仁 不管是什麼宗教也好 應該都有這樣的同感 上人的教導主要是要叫我們要感恩 要互相尊重 鼓勵大家走在行善的道路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羅哈尼 護理長是真的可以我們 是我們的典範 還是我們的典範 真的 就像護理長的一樣 要展現這個大愛精神 而且在醫療上頭發揮了宗教共好的部分 而且聽說我們醫院的謝元生院長 他本身跟慈濟醫院也很深 不過聽說他不是佛教徒 也不是穆斯林 那麼卻肯來為慈濟付出 我們請副院長跟我們聊聊這一段好嗎 對我們謝院長他是天竺教徒 他參加慈濟也有十幾年了 從十幾年前他開始認識慈濟 也開始跟我們的團隊一起籌備慈濟醫院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認同慈濟以及上人的理念 所以那時候才願意接下院長的重任 這十幾年 你還想說十幾年 除了他自己 他也帶他的兒子也是醫生 好幾次到過台灣去做交流 他也把慈濟的醫療人文 集體落實在我們印尼慈濟醫院 真的是全家總動員 就像印尼總統在企業的時候說到 這印尼慈濟醫院的確是一座 會齊眾人愛心的醫院 從醫護人員到志工都希望呢 可以提供更好的醫療環境 今天很感謝我們的副院長黃師兄 來跟我們分享 希望下回有機會再邀請到您 或者是其他的醫生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黃師兄 謝謝謝謝